他講說呢 LA LA洛杉磯 GIN聽說COVID-19小企業的補助金第五輪即將要開始申請 哈? LA County有申請這個補助 我們在三寶店好像還沒有仔細的跟聽眾朋友們提到 就已經來到第五輪了 那據說這個申請是10月5號開始接受 那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今天都已經來到10月1號了 如果我們的聽眾朋友們你是開中小企業的 也需要COVID-19的這個疫情期間的補助的話呢 第五輪應該要怎麼加入怎麼樣去申請怎麼填表格呢 哇像這個問題太好了 我們的口號小天使很棒棒 幫我們找到的是我們的PACE 亞太益商業發展中心的這個業務及貸款顧問 這是我們的Jennifer正 請我們的Jennifer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Hello Jennifer你好 你好你好 是的這個第五輪已經要開放 然後是從10月5號到10月9號 就開始去接受申請 那這個接受申請的話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在那個網上提交 沒有其他辦法 那這個網址就是LACOVIDFund.org 就是LACOVIDFund D-O-R-G 那只能到時候呢 一定要在網上申請 那麼申請的過程中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到現在你可以去網站上瀏覽 就是用中文瀏覽 那個需要怎麼文件啦 要怎麼做啊 那些網站也可以瀏覽 但是呢提交申請的時候 一定要填寫英文 那你如果有個商業說 我會填英文怎麼辦呢 不用擔心 那這個網站上 他們現在有一個鏈接 就寫明那個叫做TA Provider 就是Technical Assistance Provider 有很多不同的Technical Assistance Provider呢 所以牟利機構會幫助他們 怎麼填寫那個英文申請的 當然我們PACE也是其中一員啦 我們可以幫大家填寫那個英文的申請 那你可以聯繫我們 那麼我要跟大家呼籲一下的話呢 就是因為這第五輪的話 前面有些人說 哎呀我前面都不提交 沒有拿到 很失望 不要擔心那個一定要填這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第四輪的時候 只有一千多家的商家拿到了 比起前面一二三十輪都多 那麼但是第五輪會有更多的名額 而且對於我們華人來說 有一個很好的消息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M1T啊 在這邊叫做是發展中地區 低收入地區的話 你的申請會根據你的地址 你會拿到更多的就是評分 所以你會被抽中的機會更大 所以鼓勵大家不要棄雷 一定要申請哦 如果你是在第四輪裡面 已經申請了的話呢 那你第五輪就不需要重新申請 但是如果你在一二三輪已經申請了 沒有拿到你棄雷的話 我要替雷現在第五輪 你一定要重新申請 你才能夠被包裹在裡面進去 哦 所以不管之前有沒有參加 你第五輪一定要再重新填寫過 嘿 我們的county 為什麼不會把以前舊的資料 再來run一次就好了 為什麼要每一次 不會 它第四輪的就會 它第四輪的 你在第四輪的就會有 但是一二三輪它不會 所以大家一定要申請 而且第五輪的話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那個 funding還是非常的充足 像第四輪就有一千多家 我估計第五輪也會更多 不止一千多家 而且它寫明是在 如果你是最武軍人 或者你的商業的地址 在那個發展中 都中低收入地區 是 是 那樣子的話就會優先 那個你就拿到更多的評分 所以大家一定要申請哦 嗯 這是按照公司的這個地址嘛 因為它是中小企業嘛 對 所以我們整個洛杉磯線 我們的大洛杉磯 其實都可以參加哦 所以不要放棄你的權益 如果你就覺得哦 那上面英文我看不懂 怎麼這個怎麼按 按不出來哦 趕快打電話給這些非營利組織 他們都可以協助你 PACE可以協助嘛 是不是 對 PACE只是其中一家 大家當然歡迎 我們是可以幫大家申請的 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說有越南文的 嗯 不知道怎麼嫌的話 就只要去那個網站上面 那裡面也有是其他會提供會講越南話的幫他們提供 嗯 太好了 我們會中文 我們也有會 廣東話 泰文的我們也有 哦 三馬的卡 所以就歡迎找我們 好的 對 所以就鼓勵大家一定要去申請哦 哎 好的 謝謝你的提醒啊 第五輪 你是不是錯過前面四輪了 第五輪趕快把握機會 10月5號 第五輪是10月5號到9號 然後還有第六輪 10月26號到10月30號 所以當然希望越快越 你第五輪申請了 那你第六輪還有機會嘛 所以趕緊趕緊 10月5號到10月9號 到時候網站就會開放 所以的話就到時候從網上連接 直接申請 我們可以幫助您 超級重要的 再次感謝我們的這個PACE 亞太E商業發展中心 我們的Jennifer John 謝謝你 嘿 proceed 我們來 我們來 好